大家好 我是透视中国首席研究员Don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十四解读话题是 旧金山峰会 中共故技重施 习近平暴露争霸野心阳谋 这个话题会分成四点去讲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透视中国的支持 感谢在影片下面留言支持的朋友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点赞和转发给你的朋友 并留言支持我们 11月15号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在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进行了会晤 根据新闻的报道 拜登跟习近平的会晤持续了近四个小时 拜登后来形容他跟习近平进行了一些 最具建设性和最有成效的讨论 并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那么对于拜登和习近平的这次会晤 不同立场的评论家对他们的评价都不一样 那么一些评论员就认为 拜登在峰会上获胜 因为似乎是习近平做出了让步 另一些评论家则坚持认为是习近平赢了 因为拜登政府在试图让习近平参加这次峰会的过程中 放松了对中国的压力 然而我们认为 习近平在旧金山峰会上的让步 只是中共生存与惩霸的特性的表现 就像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一样 在谈判的期间 毛泽东曾经两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实际上是边打边谈 最后夺取了中华民国的政权 同时我们还观察到 习近平在他的公开演讲中 看似要做和平的死者 其实却暴露了中共要跟美国争霸的野心 首先要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白宫和中共关于拜登跟习近平的会谈的官方宣传的通稿 讲了什么要点 以及中美双方达成了什么的共识 白宫在通稿中重申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第一拜登表示世界期待美中两国管理竞争 以防止出现新冷战 第二拜登表示关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 第三拜登说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 但是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并要求中国克制在台海的军事活动 第四拜登表示关切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 和针对美国公司的惩罚性行动 第五拜登强调要防止美国先进的技术 被用于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 第六拜登和习近平都强调 两国要防止冲突保持沟通和展开合作 中共在通稿中重申了当前中共的一些宣传 以及中共对中美关系的立场 第一习近平说这个地球拥得下中美两国 第二习近平说中国不搞殖民和霸权 没有超越或取代美国的规划 因此美国也不要有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 第三习近平提出共同努力遭助中美关系的五根支柱 这个包括共同树立正确认知 有效管控分歧 推进互利合作 承担大国责任 促进人文交流 第四习近平说台湾问题 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要美国在具体行动上不要支持台独 停止武装台湾 习近平还说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 第五习近平批评美国的单边制裁 严重损害中国的利益 习近平还说中国的发展壮大 有类生逻辑是外部力量阻挡不了的 第六习近平和拜登强调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保持沟通 防止冲突开展合作管控竞争 那么根据中美双方的官方通稿和新闻媒体的报道 习近平和拜登达成的主要共识就有 第一同意进行高层的沟通 第二合作打击全球毒品 第三恢复军方高层的交流 第四应对AI的风险 第五加坏应对气候变化 第六继续开展高层外交和互动 第七大幅增加定期客运航班 鼓励扩大交流 第八习近平表示 未来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大陆学习 有意思的是 拜登在会晤后新闻发布会上 当被记者问及是否认为习近平是独裁者时 拜登说 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 因为他管理的国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这里让坐在下面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坐立不安 大家知道 今年初发生了中国间谍气球事件 中美关系跌到了冰点 当时我在今年二月的节目中分析说 这是美国政客和主流媒体的炒作 将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营造出中国正在入侵美国的危机 其中一个目的是迫使习近平派出高级官员 跟美国讨论双方建立护栏的问题 接着我们又观察到 从5月11号起 拜登政府和西方的主流媒体的对华政策的态度 突然步调一致的出现了180度的转弯 拜登政府表示 要和中国解冻关系 美国不能跟中国脱钩 习近平没有确定要攻打台湾的时间 然后美国多名高官陆续访问中国 他们在照片和影片中 向中共的官员弯腰鞠躬 被美国鹰派认为在向中国磕头 同时拜登政府也尝试将中国的间谍气球事件翻篇 我在7月的节目中分析说 拜登政府对华策略的转变的四个理由之一 就是美国可能会担忧对华的极限施压 可能在美国没有做好准备之前 引发真正的危机 因此就有必要在中美之间建立安全的护栏 就是加强中美高层和军事的沟通 不过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对抗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那么这一次拜登和习近平在旧金山的会晤所达成的共事 跟我们之前所分析的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拜登政府在旧金山峰会的表面上是赢家 因为习近平做出了让步 而美国没有承诺放弃任何实质的东西 然而只有深刻的了解中共的特性 并通过时间来检验才能证明谁才是这次峰会的真正胜利者 大家不要忘记了 在2018年12月在阿根廷G20峰会之后 习近平跟川普进行了会谈 习近平突然向川普政府做出了让步 川普也答应暂停加征关税 然而川普政府很快就发现 中共无法兑现他的贸易承诺 迫使川普在第二年提高了关税 在最近的拜登和习近平的会晤中 拜登政府再次提及了芬太尼的问题 由此可见 之前习近平向川普承诺打击芬太尼 问题似乎就没有成效 这样看起来 中共只不过是在旧金山会晤中 又在故技重施 就像给川普政府一个空投资票一样 拜登政府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后会发现 两手空空 中共并没有落实任何的承诺 习近平在旧金山的讲话和让步表明 他对恢复中美关系和确保新冷战中 急需的战术性和谈相当重视 习近平需要休战来赢的时间 以解决中国的经济危机和其他的问题 尤其明年美国的政客都会忙于美国的总统大选 就无暇顾及中共是否会履行承诺 如果美国政府又出现了政党的轮替 中共又可以重新跟新政府谈判 顾忌重施以托待变 在以后有更好的机会的时候 再推进他的称霸的议程 其实我们分析一下习近平在旧金山峰会讲话的内容 就可以知道中共是否真正的做出了让步 习近平在讲话中说 中共没有超越或取代美国的规划 并保证中国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 不走强国壁坝的歪路 其实这只是中共生存与称霸的诡计 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和平死者 同时又拼命想弯道超车包抄敌人的花言巧语 因此我们不能被中共表面的伪光正所迷惑 要真正的认识到中共假恶斗的形式特性 事实上中共的阳谋 在习近平旧金山的其他讲话中 也隐约有手暴露 例如习近平说 在未来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的青年 到中国大陆学习 表面上看 这不过是一次青年和文化的交流 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次变相的统战行动 中共的目的是通过在中国学校 向美国青年灌输中国所谓的 讲好中国故事的宣传 刻意在美国培养对中国有好感的年轻一代 另一个例子是习近平声称 中国的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不会被外力所阻挡 这实际上是在宣示 中共政权将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财政实力和自给自足的能力 以克服当前的危机 最终强大到足以挑战美国的遏制和霸权 还有习近平似乎并不想入侵台湾 根据媒体的报道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 拜登和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交流 习近平表示他听说有报道称中国计划在2027年或者2035年 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这位官员说习近平生气的说 没有这样的计划没有人跟我讨论过这个 我们早在中共二十大前后就分析过 习近平对台湾的言论并没有超过 他前任中共领导人的表述 当前习近平的政治优先是处理国内的危机 而不是武力统一台湾 他更希望是通过非武力的手段实现和平统一 并且担心被踩红线 不得不下令采取军事行动 从而对他和中共的政权利益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习近平的言论和愤怒印证了我们的分析 那么旧金山峰会的成果是否预示明年的中美关系会缓和呢 习近平和中共政权是否会获得喘息的时间窗口 可以处理国内的派系斗争和化解中国的经济危机呢 外资是否会恢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信心 又让中共苟延残喘呢 明年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 会不会推进台独的政治议程 美台关系会不会继续加强 并进一步触碰中共的底线 提高台海的战争风险呢 有兴趣了解明年中国局势和国际地缘政治走向的朋友 就请来参加我们在12月20号举办的 2024年中国展望年底预测直播演讲会 2023年即将结束 我们初步评估我们对2023年中国展望的预测准确率 在95%以上 去年2022年中国展望的预测准确率 更是高达92.7% 验证的网页已经发布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今年要包括西方著名金融机构高盛 这批摩根在内的很多分析师大跌眼睛的事 他们押注中国在松绑疫情管控之后 经济可以快速的复苏 全球的投资者从今年1月开始迅速买入中国的股票 北向资金竟买入从2022年的1.72万亿 到今年7月底上升到1.95万亿增加了2300亿 然而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像这些金融机构 所预测的那样浮输 中国的A股在10月跌破了3000点 11月27号数据显示 北向资金竟买入跌回到1.77万亿 外资测回超过90%的新增资金 这验证了我们在2023年中国展望中的预测 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可能会压住中国经济的复苏 然而坏速复苏的迹象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我们还预测 中共的财政赤字将明显超过官方的预期 结果中共在10月蒸发了1万亿国债 财政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相比之下拥有最强资源的中国头牌券商 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对2023年的十大预测就全错了 成为了市场的笑柄 被网友讽刺说 中金反买 别墅靠海 为什么这些国内外著名的金融机构 对中国的经济走向都预测错呢 他们忽略了什么关键指标呢 我们观察到 他们至少忽略了两个关键的观察指标 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没有充分的重视 他们对这两个关键指标的枯视 还将会影响他们对中国2024年的政治和经济走向的预测 我将会在年底的演讲中分析这两个关键因素对中国的影响 有关直播演讲会的介绍 请看左上角弹出来的链接 或者可以在影片的描述区去查看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要及时的了解局势的发展动态 那就请成为我们偷视中国的会员 关注偷视中国 理会先知先觉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同一个视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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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